一般的车都会有 Sport Mode 或者是再厉害一点就是 Sport Plus Mode 这辆车不一样 这辆车它除了 Sport 跟 Sport Plus Mode 之外呢 它还有 Automatic Mode I live my life in a quarter miles at a time and for those 10 seconds or less I'm free 速度与激情里面唐老大说过的这句话 那这句话代表的什么意思呢 它就说0到400的直线加速比赛里面 在那短短10秒钟里哦 我是自由的 也就意味着每次Zero车 就是比较专注在直线暴冲的那种精神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台车呢 它是2019年的野马 Ford Mustang EcoBoost 2.3T的这一台美式Zero车 我们称之为Pony Car的一台车 然后这台车呢 确实是很多电影啊 或者是比赛都会出现过的一台车 然后这一台车 它也是大家小时候的一台梦想车 可能是被电影所影响或是一种情怀 那什么意思是情怀呢 就有时候如果是我自己本身的话呢 我是很喜欢七龙主的 那时候小时候很喜欢七龙主 那到我长大成年人的时候 到我看回七龙主的一些展览 或怎样的时候我就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这台车就是那种情怀的那种感觉可以给你 所以每次当人们在路上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我不管你年纪是小或者是你是成年人 你都会说哇 Mustang 那确实这台车呢 它的历史也蛮悠久的 因为它是从1964年开始就已经推出这一台 Mustang 那是第一代 而现在来的这个已经是第六代的 Facelift小改款 然后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哦 就是2024年会有一个全新的Mustang 他们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Mustang Dark Horse 黑马 所以我们也蛮期待那一款的到来 不过在那一款到来之前呢 这一款还是最新的Mustang 首先说一说这台车 驾起来的感觉是怎样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台是2.3T 重量方面高达1600kg 所以1600kg 可是引擎方面只有2.3T 很多人就会说这台不是野马 而是野驴 我就觉得 嗯 就看你怎样去看这台车 确实车身是蛮重的 然后控制方面也比较笨的 可是当你打开其他的Mustang 比如说是Sport Plus Mode 或者是Race Track Mode的时候呢 这台车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的 如果你是开去Race Track Mode的话呢 整台车的那种爆冲 跟它的牙箱的那一种 aggressive 是很难用 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的 如果稍微开快一点的话呢 如果稍微开快一点的话呢 你还可以选择你要的AXO setting 然后整台车是后驱 而且开起来是真的是蛮爽的 可以说可以说是狂野 而且稍微角度大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尾巴就飘出来了 非常的爽 那如果你是要比较2.3T或5.0 V8的话呢 其实2.3T如果你在平常开的话呢 它是比较balance的 那就是说你的操控跟你的动力 也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其实你们会不会觉得画面有一点跳 有点抖呢 其实不关我们的器材的问题哦 而是这台车真的是蛮硬蛮跳的 然后呢说回Mustang的历史 就是Mustang这一台车哦 当它在1960年面试的时候 这台车的确是改变了美式肌肉车的 这一个icon 所以这台车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美式肌肉车的这个美称呢 就是从Mustang这台车开始的 它的形状它的造型就是你头很长 身体很短 然后整台车你在直线加速的时候呢 整个车头是举起来的那一种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美式肌肉车 可以带给我们的那一种 我们所知道的美式精神 来到现代的美式肌肉车呢 这台Mustang呢 它就没有以前的那一种狂野 没有以前的那一种风电了 现在的美式肌肉车呢 它就比较容易操控 而且呢感觉是什么人都可以开 什么人都可以驾驭这台车的 这台车已经增加了一系列的防撞系统啊 或者那种safety features 包括有lend departure的这个features 所以你开起来哦 这台车哦 你不会觉得是我们的印象中的那一种 很难开的那一种美式肌肉车 现在的美式肌肉车呢 有的还是那种情怀跟那种形状 可是它里面的也是比较是现代化的东西了 那如果看如果开在一般的路的话 只要我把我的mode调去normal mood 然后我可以把我的stairing呢 也是调去normal或者是comfort mood 这时候我的车就感觉好像在开一般的车 一样的 所以这台车是非常适合 在城市用或者是daily drive都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试一试这台车的直线加速的感觉会怎样 首先呢 我会把这一个mode调去race mood race track mood 然后其实这台车 如果你调去race track mood的时候 你还可以有一个hit up你的tires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所谓的burn out 因为这台是一台后驱车嘛 所以呢 如果你把后轮预热之后呢 它就会比较贴地 比较吃地 好 那我们开始 现在已经是race track mood 然后我们现在直线 我们看我们的感觉是怎样的 开始 OK 那感觉就是零到一百五秒钟的那种感觉 可是它就没有讲是非常的贴背 坦白说没有非常的贴背 它比较像是平稳的去 可是它的排气管的声音是非常的好听的 就算它是四缸 可是它的这个sport exhaust也是非常的好听 可能是它的那个变速箱的关系 它会一直陆续陆续的给你力量 所以你会感觉上你一直想要去冲 一直想要去走直线去冲 给你的热血澎湃的那种感觉 这台车我已经跟它相处了两天的时间 可以跟你们大概的说一说 这台车给我的感觉是怎样的 那如果你有打算购入一台美式肌肉车 或者我们称之为Pony car的这台Mustang呢 其实这台车是最容易实现梦想的一台车 因为现在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市场卖着的 不管它是二手的或是recon的 它价钱的介于在200千左右而已 可能如果你是买recon的话 比较新一点的可能就260-270左右 这台车就真的是很接近我们梦想的一台车 就是你可能250或260千 你可以买到一台2018年或2019年款的Mustang 那我打个比如如果你买的是2019年款的Mustang的话呢 这台车才4年车啊 4年车的话东西还真的是还蛮新的 其实也是很多人说 美式肌肉车嘛就一定要V8 对我也赞成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呢 我也会选择一台5.0的V8 Mustang 或者是5.0 Supercharged的Xiaobi 可是那就比较没有那么使用了 可以是你的weekend car也比较费油嘛 然后维修方面也会比较贵 而2.3T呢 你可以买到的这个价钱 200多千或20多万 而且呢也估计到你的这个维修费跟保养费 我曾经问过好几个在使用这2.3T Mustang的用者 他们跟我说的就是在两三年 他们的用车时间里面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或者要修理的东西 可能是一些小小的问题 每一万公里你要换机油的这个价钱来说呢 2.3T的这一副引擎呢 它总共才4.5L 所以说每一次你换机油的价钱呢 也才不过是500到600左右 就似乎你用怎样的一个机油 所以这台车是真的是蛮接近现实的一台梦想车 那这一台跑车哦 它跟一般的跑车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它上车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容易 就好像你上一台普通的Sedan车一样 这是它其中一个很好的卖点 然后进到车内呢 这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个Dashboard 这个Dashboard它是比较比值比较平的 而且呢它有这两边鼓起来的地方 就意味着这台车非常的注重Driver和Passenger 然后这里鼓起的地方呢 这里有一个Mustang的一个名牌的 上面这里就有三个它的冷气口 因为这一台呢它是Facelift的Model 就是小改款 所以它的这个Meter它已经是有更换了一点了 而且它的这个RPM呢 它是从下面拉着上去到78 红线是在6.5L 它的那个急速呢是260L 然后这台2.3T的Mustang呢 Facelift之后呢它改变了什么 然后第一就是它的AXO的声音有一点不一样了 就在排气管那边有稍微改良了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压箱 从本来的6速变成现在的10速 那10速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说10速的这一个Ford的这个新的这个变速箱呢 它是从F150 就是它的那个很大很大的那台Truck那边 从那边延伸过来到其他所有的车款的 如果是沿用着这一具10速的这个变速箱的话呢 它整台车的那个加速反应都变得非常的好 那这台车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方向盘 它是很传统的那种美式Gero车那种方向盘 就是它握的时候是比较瘦的这个地方 然后整个方向盘是呈圆形的 就跟一般的continental车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一般的啊比如说奥迪或宝马的 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偏小的这个方向盘 然后下面是平的 而美式Gero车呢 它也是比较是喜欢这一种圆形 比较大的然后比较瘦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排档杆 就是直线PRNDS就是上面拉着下来这样子 就是很直接给一个指令 它就是那种以前最传统的东西 还有一个我本身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这台车 还保留着的就是这个手动的这个handbrake 所以坐进去这台车里面呢 虽然它是比较现代的美式Gero车 可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那个很浓厚很重的那一种 那种传统美式Gero车的那种精神 我本身比较不是很喜欢就是它的这个门板的这个地方 我本身是觉得看起来是比较廉价的比较很普通 有点太随便的感觉 可能这也是美式Gero车 他们坐车的一个理念就是我里面我就是要简单要干净 那如果这台车我们平稳的走在公路上的话 其实它就跟一般的热用车没有太大的分别 只是呢唯一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这台车 你绝对是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然后这台车的歌音也是非常的棒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只在车里面因为我有开了这个sport exhaust 所以呢我在车里面我只听到它这个排气管的声音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可能是这台车太帅的关系 每当我要转换车道的时候哦 后面的车辆他们都会停着来让我过去的 已经连续两天了 每一次当我打方向灯我要转换车道的时候哦 他们都会让我过去 这一点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现在呢跟你介绍一下这台车的外形设计 这台车的车头设计呢相信你也不陌生 因为这台车呢 的确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小梦想 然后你看看这台车哦 它车头的这一个地方的设计哦 跟那个Ford Focus RS 其实有相同的一个设计 language 超大的野马长回还有车头灯的三条线 就是这台车的Design Icon 车侧的设计主轴元素呢 讲着强调的是美式肌肉型 然后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三条主要的线 第一条呢就是从车头一直延伸到车的这个镜子的位置 这是第一条 然后第二条就是从车轮框这里到车门 到后面的是第二条 然后第三呢也是最后的就是从这里 宽体到后面非常的整洁 然后非常的暴力的就是这第三条 然后从如果正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明显 这台车的车头是比车尾还高的 然后整台车的车头是非常的长 而车尾是非常的短 轮毂呢是19寸搭配的是25540的一个size 这台车的车身总长度为4780多mm 然后车的高度大概是1380多mm 可是这个高度哦其实它也没有算是太低 它稍微是比GR86高了一个30mm而已 然后这台车主要的是还是它的宽度 因为这台车从后面看起来的话呢 它的宽度达1900多mm 非常的宽非常的好看 然后车尾灯呢跟车头灯一样也是三条线 然后如果你晚上你在开灯的时候呢 它是三条红色 如果你是打signal的话呢 就最外面这一天呢 它就变成黄色的 然后中间呢 这一个logo跟车头一样也是一个野马 不过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它是写着GT的话呢 那那台就是5.0V8的 行李箱开关呢 它是隐藏在这个车牌板的上面这个位置 把它轻轻按一按的话呢 就可以打开这里 然后是非常的意外的 这台车哦 身为一个跑车哦 可是它的这个行李箱是非常的大 而且这台跑车哦 它还有被抬 到底后座能够坐人吗 那我现在就给你示范一下 如果我坐进去里面会怎样 所以我的身高是181 然后我的体重是80公斤 以我这个尺寸来说 我们坐进去会不会很窄呢 那我们再试一试 把这个条下来 好我现在把自己塞进去后面咯 好成功来到车的后座了 然后我坐的位置呢 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出我是非常的窄的 这里是非常的小的 除非哦 我头要一直保持低着头的情况之下 坐着这里 而且也不能倒去后面 因为倒去后面的话呢 会更加没有位置 短暂的地方的话 还可以坐一下 如果讲长途的话 劝你还是不要了 如果把这个椅子把它拉回去一个平时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我脚步空间呢 剩下是半个拳头 这个地方我是比较建议是 来放东西就就好了 可能是放一个包包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者可以在一个小孩子在后面也可以的 那最后呢 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 野马难养吗 那好像影片中 我有询问过好几个朋友呢 他们也是开2.3T的野马的 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 在两三年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维修需要做的 那很简单 每一万公里呢 你该送保修的时候 你就把车按时间呢 送去保修 包括检查所有的零件和冷气 然后这台车呢 的路税呢 只需要641块 如果相比5.0V8的野马的话 那台车的路税 一年你就需要给上万零级了 那这台车的油耗呢 我打了一个满缸 RON95的满缸呢 120块左右 我可以开到470公里 对一辆跑出来说是相当的好了 而这台车呢 唯一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轮胎 而它的轮胎呢 是19寸 所以每次你换轮胎的时候 可能费用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它是性能车 没有可能性能车你用 不是性能轮胎嘛 对不对 那总结呢 就是这台车的确是你最容易 实现你的超跑或 Master Car梦想的一台车 那这台车会是你的菜吗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那以上呢 就是我这台车的所有的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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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